本月即将举办五周年演唱会,TF2团也即将在10月出道,目前TF2团人员已定,官博正式开通,TF2目前出道五年势头正进,粉丝们更是一路见证三小只成长,如今公司又推新团,是要延续神话。 TF4可谓是开创了美地地零化偶像团体的先河,王俊凯,王源和易烊千禧小时候,都经历过选秀失败被淘汰,可是在TF4中却大放异彩,展现了过人的实力。 2013年团体出道之前,三人已经在公司秘密训练,王俊凯早在2011年就加入公司,以练习生的身份默默付出,训练,舞蹈,表演。 高强度的训练并没有击退这个年少的孩子,看着身边的小伙伴一个个离开公司,王俊凯应时间知道了最后出道,TF4的出道路线,其实和日本杰尼斯有一曲同空之妙。 十几岁别进入公司成为练习生,在这场学业的基础上参加各种训练,然后成团,最终以组合的形式出道。 出道之后,无论唱歌跳舞,还是拍戏综艺,样样突出,可谓是培养全能型偶像的路数。 今年偶像练习生的播出,要9%制止情绪男团,收获一大票粉丝。 可是TF4带齐依旧屹立不倒,王源的王牌对王牌,王俊凯的中餐厅,一样清洗的这,就是节舞。 三人参加的都是制作精良,堪生夜内顶,集水瓶的综艺节目,并在节目中有举足轻重的分量,可见TF4人气并没有受到冲击,反而越战越柔,在反观的9%出道之后除了演唱会之外, 并没有大动作,集体作品也没有跟上,现在明显有人气下滑的趋势,那么,随着TF4三小只越来越忙,工作也几乎是个人独立进行,三人可体的机会越来越少。 今年是TF4出道5周年,8月24日,也即将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5周年演唱会,可是三人直到8月6日杜沙夫人蜡像馆蜡像节目才重新合体,也许在演唱会结束之后,又是大量的个人形成了。 所以,对于TF4的公司时代晋风来说,努力发展下一个少年男团,才是当下工作的重中之重。 既然已经有了很好的开始,也就必定要把这种模式延续下去,从小培养的练习生有一个好处,那就是在练习生期间,已经能够另外一届产生极大的好奇。 上位出道就能拥有不少粉丝,上节目,拍戏,样样不会落下,再加上时代晋风已经培养了TF4这个全民偶像团体,大家对该公司旗下的练习生更是格外关注,在资源方面也要好过其他公司。 目前,TF2团定名台风少年团,官方微博已经在8月8日上线,并且配上微博文案 in October,2018视频中没有任何团员出现。 既为团银河,Logo让人产生无限遐想,团队成人一共5名,分别是姚景元,丁程鑫,马家琪,宋亚轩和刘亚文,5人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就是颜值相当喜人。 在这5人之中,目前人气最棒的就是今年参加中逃的丁程鑫了。丁程鑫,2002年出生,毕前辈一样迁徙少两岁,2013年加入TF家族成为练习生。 在影视剧方面,2016年出演的电视剧《旋风少女儿》,近日被称作陆寒冠小童定情之作《甜蜜暴击》中,丁程鑫饰演到着一脚,组合上位正式出道,丁程鑫已经在影视圈成功晋级。 在组合出道之后,想必定会人气大长,和丁程鑫童年出生的马家琪,首部电视剧作品《快乐星球》第五部,去年7月公司公布了马家琪的练习生身份。 他还曾经在2011年,参加过中国达人秀,获得河南赛之优秀奖,相比丁程鑫,马家琪在荧幕上露面的机会相对较少,可年纪轻轻已经畅调俱佳,未来不可限量。 宋亚轩和刘耀文,都曾经以TF家族练习生的身份,于去年登上过快乐大本营,今年TF的自制网剧年年中也有他们的身影。 然而五人之中,年纪最大的姚景元,几乎是作为空降兵加入团队之中,原来是投着梦的敖子役,并没有在初的人选之中,只有这五个人前往北京继续训练,其他团员已经全部会在休养。 难道公司另有打算吗? 现,在娱乐圈些人层出不穷,年龄方面,更是越来越偏向低龄化,所谓偶像养成的体系,就是粉丝和一员一起成长。 粉丝们可谓是一路看着自己的偶像一点点长大,从初出茅庐到实力偶像,一边追星一边陪伴。 石大俊风在选择练习生时,往往年纪都在初中生这个范围,相比其他同样模式的公司来说。 这个年龄要更小一些,年纪上轻就组合出道,一开始必定面临不成熟,台风不稳等各种问题。 回忆起TFBOYS刚出道之时,三元给爱姐的感觉十分青涩,就是尚未走出社会的学生一样,但是我们能在他们身上看到努力和敢于挑战的心态。 王俊凯,王源,一样迁起一路走来,短短五年间,已经发展成为国内的顶级流量。 他戏,大言,综艺扑面而来,资源好到报,所以接下来即将出道的台风少年团,能否延续前辈们的意志,再创辉煌和佳季,从颜值方面来看,五个人个个都能到不行,非常可爱,在这个看脸的时代里,已经赢得一筹。 那么在实力方面又是怎样的水准呢?一切还要等出道之后才能揭晓了,大家有没有一点小期待呢?